你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俄军争先恐后逃跑,与都战队急战 普京惊恐下达死守令 最近网络上传来一个视频显示 有五名俄军眼看着就要被前来进攻的乌军给消灭 所以说他们唯一的深路就是逃跑 但是后方都战队也派出了五人士兵前往拦截 结果导致两名企图逃跑后撤的俄军被都战队射杀 当然另外三人不能坐以待毙 他们知道唯一的深路就是夺路而逃 就是首先要干掉都战队 所以说他们与都战队展开激战 凭着他们丰富的作战经验 终于打死了三名作战队员 然后活着逃出了前线战壕 由此可见俄军打仗确实很辛苦 前面是乌军设备先进 不断发动进攻 从各种角度要消灭俄军 而后方都战队虎视眈眈 随时瞄准了前线作战俄军的后脑勺 随时准备开火 俄罗斯和中国军队是广泛使用都战队 中国的历史人 你看唐朝各朝各代都有一些监军 实际上他们就是都战队 但是都战队真的大规模的使用 甚至下放到连一级还是俄罗斯人 因为俄罗斯人他很早就发现 要想用东方人打仗 一定要用都战队 不用都战队的话 人人都可能逃跑 因为他们只想每个人都当兵 实际上是为了混口饭吃 然后到了战场 各个都想活命 而活命当然就得要擅长逃跑才行 所以说俄军的都战队 一向是很厉害 在军队当中充当着特殊的作用 你比如说 为什么当年黄埔军校能够很少中国 就是因为他使用了都战队的战术 那时候国军 也就是蒋介石的军队 都战队在俄罗斯派出的军事顾问 主要都是一些 实际上也就几十个科格伯特伍而已 在他们的领导下 建立了完善的现代化的独占体系 你比如说 他过去一般来说 不对 就一个首长 比如说一个百人队队长 他就负责指挥一百人 但是俄罗斯 一个百人队 比如说一个连 他会设一个连长 另外设两个副连长 再设一个指导员 甚至三个副连长 然后三个副指导员 然后再加上三个排长和九个副排长 还有一系列的班长 实际上这些军官基本上都充当独占队 所以说独占队使得黄埔军校的学生能够迅速的横扫中国建立政权 而中共后来更把独占队发挥到一个很高的高度 比如说在朝鲜战争当中 在越南战争当中 主要依靠独占队来迫使官兵卖命 迫使官兵作战 现在俄军的逃跑已经未然成分 而且这样跟独占队激战 引起了俄罗斯上层深刻的忧虑 尤其是普京 他真的非常担心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所以说普京最近下达了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就是要求俄军必须坚守每一寸阵地 不准再撤退 只要敢撤退就地消灭 据说这是普京下达的战场使命令 不过军事分析家指出 普京这道命令不一定能够使得俄军事实如归在前线战斗 恰恰相反 只会促使俄军更加积极地逃跑或者干脆投降 因为眼看后方无法撤退 那么投降就成为最好的出路 我也不逃跑 但是我也不攻击乌军 我就趴在战壕里 总可以了吧 对不对 我投降 你这个独战队也设不到我 我不后退 因为独战队毕竟要等到你 他后退的时候你才能向他射击 他趴在战壕里面 你都看不见他 你怎么向他射击呢 所以说上有对策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俄军将来可能大批的投降 从而让普京的命令成为一纸空文 现在在俄罗斯战场上不仅是士兵逃亡 军官也开始逃跑 昨天我就叙述过 甚至俄旅籍官员 团籍官员 营籍官员 联籍官员都逃跑 最近BBC甚至采访了一个徒步逃离俄罗斯的叛逃军官 他描述了俄军省时很惨重 而且士气非常低落 这个人是从俄罗斯后方逃跑的 也就是说 现在是不仅仅前线的俄军想要逃跑 在后方的俄军也心惊胆战 寻找一切逃跑的机会 当然他们逃跑的机会更多 因为俄罗斯有漫长的国境线 总是有机会翻阅铁丝网逃跑的 实际上俄罗斯的铁丝网质量又差 买一把进口的老虎钳子背在包里面 就可以剪断铁丝网逃跑 这个名军官是26岁的空军中尉 他的名字叫德米特里米绍夫 他最近徒步越过了俄罗斯的边境 他一直逃到了立陶宛 而且现在向立陶宛政府投降 寻求政治庇护 德米特里是以前住在俄罗斯西北部 普斯科副地区的一名攻击直升机的导航员 他对战争非常不满 他认为这是蓄意侵略乌克兰 而且他诉说军队当中压倒多数的俄军 对薪酬不满 尤其是在空军部队 原因他说非常简单 他说现在有经验的俄罗斯的空军军官 仍然按照战前的合约 就是每个月只能最多获得9万卢布的薪酬 9万卢布现在就相当于1000美元 甚至卢布最近又在贬值 可能只是七八百美元 但是作为官方公开宣传广告的一部分 俄罗斯现在招募的空军新兵 收入比他们高了一倍多 达到20.4万卢布 这就达到了2400美元 也就是说新兵比老的军官的工资薪酬还要高 而且高出一倍多 这个的确是让军官们非常不满 这简直都是在藐视他们 所以说现在空军的各级军官都非常失望 另一方面就是他们在战场上损失惨重 俄军很少报道他的空军的损失 但是外界观察俄军损失很大 比如说奥尔加伊夫希纳 他长期研究俄罗斯空军 他说俄军的损失非常惨重 至少开战以来 已经损失了数以百计的高技能的技术人员 服役人员 包括特别是飞行员和技师 因为这两种人培养不容易 一个合格的飞行员和一个技师 都得五年十年才能够培养出来 培养他们的成本非常高 你别的不说了 你说至少拿直升机给他们训练 而且直升机随时有可能掉下来 而且的维护成本又极高 就已经是成本非常高了 现在据说俄军直升机被打坏了 还能够生产出来新的直升机 但是现在却培养不出来足够的飞行员 因为培养飞行员要更困难一些 德米特里说 他说如果我们讲 现在俄军空军的状况 与19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相比的话 我们就知道俄军省事多么惨重了 苏联在阿富汗省事了330架直升机 而我们现在省事的更多 另外一个重要消息 就是俄军上层内讧加剧 这两天有消息说 俄军的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大将 目前正在扎波罗热前线指挥作战 但是也有消息说 他事实上已经被普京解除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下放到前线去作战 而且最新的消息显示 格拉西莫夫又挨炸了 炮弹落在了他的附近 而且击毁了他的头盔 他本人没有受伤 因为他戴的不是俄罗斯的头盔 俄罗斯军队的头盔保护不了脑袋 只有进口的头盔才能保护脑袋 所以说格拉西莫夫当然作为总参谋长 他优先可以使用西方的 比如说英国美国生产的头盔 所以他这次又活了一命 上次他在顿巴斯是砸伤了腿 另外现在最激烈的对抗发生在 瓦格纳雇佣军投资普里格金和邵伊古 也就是国防部长之间 普里格金长期以来谩骂邵伊古 多次要求普京解雇邵伊古 或者把邵伊古弄进监狱 折磨到死 现在邵伊古终于找到了一个报复的办法 他不动声色的策划了一个普京支持的方案 那就是把所有的军人都强制纳入国防部 也就是说俄罗斯今后不再有什么独立的雇佣军 而且邵伊古现在宣布在7月1日以前 就完成这个计划 也就是说包括瓦格纳在内的所有雇佣军 都纳入国防部领导 再也不能由他们独立于国防系统之外 而瓦格纳投资邵伊古宣布 如果瓦格纳投资普里格金宣布 如果邵伊古决心接管瓦格纳的话 那么他会死得很惨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向他开火 向他派来的军官开火 直接的干掉他们 而且事实上普里格金不仅口头上反抗 事实上他现在正在扩大他的雇佣军的规模 因为有一些俄罗斯比较小规模的雇佣军集团 现在担心被国防部收编 所以他们愿意加入瓦格纳 因为他们觉得瓦格纳是大树底下好乘凉 所以说普里格金跟邵伊古 现在算是彻底决裂了 双方火并已经在所难免